它的能量來源要從ATBCP來嘛 超短時能量系統 對吧 OK 我讓它跑三趟 每一趟休一分鐘 哇 超爽的 跑一趟不到四秒鐘 四秒多一點點 那跑完一趟可以休一分鐘耶 然後跑了三趟竟然休三分鐘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過輕鬆了吧 很輕鬆吧 OK 那像這樣的訓練單位 來教練我挑戰你們思維 紅色這條線是它的心跳率 有 R的時候 大概在72的位置 看右邊這條線 它每跑一趟就會拉到 約130 140的位置 那它為什麼會上上下下呢 為什麼會上上下下 你覺得為什麼會上上下下 主肩有休息 可是它這個上下上 它第四趟開始就是第二趟 上上上 它這個上上下 好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有沒有露考慮了什麼 我們這份圖其實還露了一個 教練 你平常在訓練選手的時候 你應該很常按馬表吧 它跑的每一趟的秒數 都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就影響到它肌肉的動員 影響到它肌肉整體的流暢性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會有一部分 呈現在它心跳率的變化 在我訓練過程當中 大概在正負五到七下 其實你看它的秒數的變化 你也會看得出來 所以它這個上下上 它這一趟其實跑得比這一趟還要慢一些些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數據運用 去給你當作一個參考 這是題外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這個 藍色這條就是乳酸 一開始安靜的時候大概在1.0左右 那第一趟跑完的時候上升一點 第二趟跑完上升一點 到這個時候都還在2mm 那我連續這樣跑來跑去 這個選手到最後 如果乳酸竟然上到5mm 我們剛剛說多少會 是無癢 是 這個 這個人也太爛了吧 9趟30公尺 跑到第9趟 它就5mm多了 太扯了 爛斃了 這個人公開夾住 一擠 彈球也有 這個 不服爛 可是你說這樣的訓練課表 好不好 其實還可以 為什麼 因為乳酸要超過8mm 才會比較明顯影響到 我們整個肌肉收縮的形態 在5這個位置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教練是不是就看見一點 他的超短時能量系統的運作不流暢 再來還有一點是 他在我給他這麼長的時間休息 他這個壓力 這一組 這三個點 跟這三個點 沒有像一開始這個點一樣 來了這麼平緩 所以他的恢復能力可以更好 是吧 所以 這時候教練你要去思考 我們常常說我要針對籃球去訓練 針對籃球的耐力去訓練 我要針對棒球的 我要針對足球的 我要針對自行車的 你真的針對了嗎 你跑的這個東西這麼少 可是你好像感覺 就快超過了 就快超過你要focus的那個系統 這個是我選的 所以他沒超過 我對自己感到驕傲 那當然 有時候我們可能看很多的教練 他會讓他跑十趟沒有十通識 絕對超過 絕對超過 我沒有拿那個數據出來 但是那個絕對超過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主軸抓出來 教練就可以很清楚的抓出來 第一組 我們有三組 第一組 第二組第三組 他組跟組之間的變化是怎麼樣 還有在同一組之間三趟的變化是怎麼樣 這時候教練你就有更明確的指標 你又得到一個武器 對 對 感谢观看